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圆讲鸟话 8个月了 8个月没有更新阿圆讲鸟话这个系列的影片了 令我最感动的是 这些日子里 近来还有很多网友们一直不断的在催我继续拍 原来你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阿圆讲鸟话这个系列的存在 真的很感动 好啦我答应你们 接下来我会持续拍更多的鸟话来让你们看 也会叫频频的更新这个系列的影片 毕竟当鸟人讲鸟话才是我的专场 好啦进正题啦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种 人见人爱车见车哉 无论在里在外都能得到超好对待的那种人 好烂的鸭鱼 嗯 OK 是的 每位女生都肯定希望自己能够对身边的异性朋友有着超强的吸引力 尤其是自己暗恋着的那位男生 你会希望自己在她的心目中是一位很好的女孩 但是往往会因为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小毛病 让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扣了一些分 那么到底男生讨厌什么样的女生呢 经过我上网做了一些功课 我整理出了7大男生最讨厌的女生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 拜金 讲到钱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会讨厌钱的吧 谁不喜欢钱的 跟我出来 等下我给你我银行户口 你全部过给我 是的 爱钱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遇到那种爱钱爱到入股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把钱看得最重要的那种女生 真的很令人讨厌 跟这种女生谈恋爱的话 她往往都只会用金钱来衡量你们之间的爱情 你有钱 她爱你爱到底 你没有钱 对不起 我 我不认识你 你们讲啦 这样的爱情 你觉得可靠吗 第二 没有自知之明 诶 这一点要怎样讲咧 OK 每个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高颜值的样貌 就算是男生 也不例外 有些女生可能天生长相就比较普通 但是只要她心地善良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美 发自内心的美 但是 Payman就是有些女生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外在美了 她竟然连内在美也不为自己保留一些 她们明知道自己已经长得很普通了 却还要特地把自己打扮得更复杂 OK Maybe对她来讲 她觉得美啦 单单这一点都还好 有些竟然还口口声声对男生说 不帅就别喝她玩 Where's the food 我并不是在批评关于颜值的问题 颜值不高是绝对没有错的 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那一份自知之明 你们明白吗 第三 朝三暮世 是的 就和刚才我说的第一个那个差不多 指的就是那种 见一个爱一个 看对方很有钱 人又帅就死缠烂打 嘴巴天天挂着多想她 多爱她的那种女生 其实男生真能讨厌这种死缠烂打 不懂得用真心去对待别人的女生 女生们必须知道 没有内在美的女人 比起外表丑陋的样子来得更可怕 更让人讨厌 第四 粗暴懒散 如果你问我 女生的致命缺点是什么 对我而言 粗暴懒散 绝对就是致命伤之一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男生 会不喜欢温柔的女生 就算是女生 也都一样喜欢温柔的男生啊 如果和一个粗暴懒散的女生 谈恋爱的话 你自己是想象一下 诶 baby 今天我们去这间店吃韩国餐咯 我丢的呀 你不要人都出门啦 要你去打包回来给我吃 不然就在家煮给我吃 进去呀 败财 哇 amazing 第五 蛮不讲理 小心眼 是的 指的就是那些 不管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不能容忍任何的一点小事 而且还有严重大小姐脾气的那种女生 这样也都算了 有些竟然会经常因为一些很小 很小的事情而吃醋 来跟你吵架 对 虽然身为男生的 是有那个义务去包容女生 但是像以上我所说的 这种性格的女生 我相信应该就连女生也受不了吧 更何况是男生呢 第六 卖弄风骚 玩弄感情 对 卖弄风骚指的就是那种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想让别人目光 全都注视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迷倒一切 我明白 想成为众人焦点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是方法也要用得对才可以啊 诶 等一下 我说指的卖弄风骚 不是在讲着那些耍性感 放半粒 露身材的女生 耍性感是一种气质和时尚的态度 成为众人焦点之一 还依然能够保持那一份女生该有的矜持 而卖弄风骚的话 那简直就是没有矜持了 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有些女生除了卖弄风骚之余 竟然还善于玩弄感情 出来喝茶聚会的时候 你时不时就会听她说 唉 这年头 没几个男人靠得住的啦 那 我跟你们讲 对那的男人呢 就是要 而且啊 还要 才可以的 在人多的场合里 讲几句自己所谓的情场经验 讲到自己好像永远都不会被爱情困住 讲她今天又甩了谁啦 又或者前天那个谁谁 在她身上花多少钱啦 又或者上个礼拜那个谁谁 谁去她家 跪她求她 叫她不要离开 等等的 像这种对自身矜持的感情 不认真的女生 只要是男生看到都会跑咯 第七 自私自利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那些 只会为自己想 不顾他人的感受 一心觉得只要自己过得好 就一切都好的概念 即使是对待爱情 亲情友情 也只会一味的让别人为她付出 时不时还要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失去自我 免得受到感情伤害 我明白 自我保护一时是人之常心 没有人会希望自己受到伤害 所以或多或少 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私 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蛮自私 但是这种眼里永远就只有自己 别人对他而言 根本就不重要的女生来说 他们通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不惜去伤害别人 对于这样的女生 不要说谈恋爱了 连朋友 都不会想要跟他交吧 对不对 好啦 以上综合了 七大男生最讨厌的女生 女生们 你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朋友呢 又或者 那一位女生就是你 没有啦 开玩笑啦 我知道我这样子蛮丑 好啦 记得把这个影片也分享给你们身边有中强的姐妹们看看 让他们也清楚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小毛病 以免被自己心仪的对象扣分 你不要飞到来问我心仪是谁啊 对 虽然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满分的 但如果一到我们清楚自己的缺点所在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尝试做好自己呢 就和上一集两话所说的一样 人 没有十全十美 但 可以尽善尽美 所以 让我们一起加油 完美化自己 我是阿元 希望这一集阿元鸟话能够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 下一集的阿元鸟话 你们想听什么样的主题 我去做了功课后 就会一个一个拍给你们看啦 你们也可以去follow我和沙子的Instagram 和赖我们的Facebook 以关注我们更多的生活动态 也记得要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打开小铃铛后 你就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啦 好啦 原子弹们 今天的阿元鸟话就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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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